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通工具的搭乘限制 因此乐陶也特别提供机场的接驳服务 提升竞争力 国际航空也不遑多让 新宇航空不为疫情宣布续开新航点 从桃源机场出发 10月1号飞泰国曼谷 12月15号飞日本大阪关系机场 12月16号飞东京成田 可以懂张国伟逆势操作 因为这三个航点都有货运可在 加上商务客都是打平成本的重要精源 台湾最近是一个岛国 就是说商业旅行的部分的话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我们都有观察到 实际上都是没有停止的 所以在这次12月的部分的话 我们挑选了几条 就是我们长期观察到的一些 商务旅行刚性需求 仍然存在的一条航线 不只新宇 张荣和华航也跟着增加国际航班 台北飞东京每周四班 台北飞大阪每周三班 华航每月四班 还有泰国曼谷也一样 国际航空全力冲刺 要在疫情后的航空产业找到出路 现在就国际航空全力冲刺 台湾到